好 我們最新的更正 就是王金平有被預先告知 就是有知道說這個檢調 要去搜這個立法院 王金平是被先告知的 所以並沒有王金平不告知的問題 好 當然我們等我在廣告之後 會接聽觀眾的電話 我們先預告我們題目是 這是你覺得這是搞清算呢 還是搞鬥爭 還是國民黨的改革 遙遙無期 還是說正在把這個該抓的人 把它抓起來 就是立法院已經太久 可能很骯髒了 就要把它清一清 你覺得有哪種可能 而這個問題會不會又傷到了 國民黨剩下的元氣呢 好 這些問題 我們在廣告之後 要接聽你的電話 好 我們來看幾件事情 就是我依舊要請教這個歐老師 因為我們把這個事情拿出來 這個棋裡面談到一件事情是 立法院辦的多起的網路系統 及電腦硬體採購 爆發重大的貪污弊案 檢調指出立法院副秘書長林錫山 近年主導辦理行動裝置網路安全 強化的建置案等多起的電腦硬體 設備招標案 那麼疑似與這個網遠 網遠這壓力公司叫網遠科技 勾結 那麼包庇網遠陸續取得總計 高達兩三億元的採購案 哇 立法院的這個經費真的很高 所以這一次針對的對象非常多 包括了秘書長林錫山 副秘書長王全中 立法院總務處 資訊處 網遠科技業者及白手套等等 包括官商駐辦廠處所 以及下午陸續將林錫山等涉案官員 陸續代表北基站詢問 那麼這家公司叫網遠科技 成立已經超過14年了 竟然陸續承包不少政府機關資訊 相關的採購案 包括立法院 僑委會 新竹市政府 台中縣議會 工業技術研究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等 許多電腦採購及網路的建置案 都由網遠科技得標 那麼根據指出 立法院今年辦理的行動裝置 網路安全強化的建置案 網際網路服務系統 資料保全及交換服務平台建置 等多起軟議題的部分 招標金額是超過兩三億元 是不是有透過白手套來收受賄賂 因此就是這一次直接 法務部知情 直接殺到立法院 您怎麼解讀 來 傑明哥 您絕不外行 又是在講到數字的時候絕不外行 立法院兩三億 是小數字還是大數字 我請問大家 觀眾朋友都不外行嘛 這真的是太小數字 所以這案子是小案子還是大案子 小案子 小案子 那他把它辦得紅紅火火 像什麼 像是一把刀先跨在某一個人頭上 再來 如果是這種小案子 平常瑕疵就算了 再來 小案子後面一定有大案子 大案子後是什麼 早就傳說的生計案 每年上百億的生計案 躲在哪裡 一定在後面 已經傳說已久的那些相關的那些博士 生計業者在哪裡 躲在後面 他先辦這個案子 他先辦這個案子 後面準備再告訴你說 如果你再不就範的話 我就再辦別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 可不可以善聊 如果是兩三億的案子 他說涉嫌嘛 對不對 現在只是搜索嘛 請問有沒有機會善聊 我們先從這個案子來研讀 也可以善聊吧 從我們的經驗上也可以善聊 而且涉及的人 看起來單位很多 疑似單位很多 對不對 對 現在都只是疑似喔 目前你簡單的說 還是只有那幾個行政人員而已 真正的檯面的真人物 還沒有浮出檯面 所以這件事情 有沒有機會善聊 有沒有機會下台階 那怎麼樣下台階 誰把籌碼放出來就會下台階 大家想清楚 好 所以這問題很單純 一件事 黎錫山跟王清的關係 可是麻吉倒不行 我們都有談一下 他們過去到底怎麼樣的麻吉法 可是廣告之後 我還是要接聽觀眾的電話 搞清算還是搞鬥爭 國民黨改革是不是遙遙無期 是不是所謂的 相裝武艷自在佩公呢 好 觀眾怎麼解讀 我們先進個廣告 廣告之後接聽你的電話 走進來 小放入 以為… 為什麼… 我 teaspoons… 不… 他較心的 火包 由三個人 從頭 後來 火掛 火盒 大被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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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